下一段要上來叫食品跟發酵 有兩段 一段介紹食品 一段介紹發酵 食品 就是 劍教 應該念過什麼 六大營養術對不對 人最古老的時候 就只有蛋白質 脂肪跟糖類 因為 它都可以提供我們的能量 熱量 讓我們可以活動 可以活下去 後來他發現 礦物質很重要 纖維素 雖然不能消化 但是還是很重要 還有一個感覺不重要的水 完全沒有熱量 可是被人喝他不渴 所以可以把它在營養室中 所以我們現在講的就是前面三個 蛋白質 脂肪跟糖類 因為它可以提供我們生存所需要的能量 一個是蛋白質 我們前面教過了 蛋白質系統聚合物 什麼聚合物 是由氨基酸構成的聚合物 世界上就只有幾種氨基酸 不斷的重新排列組合 組合成 做成各式各樣的蛋白質 主要成分碳氫氧氧氮 有分做動物性蛋白質跟植物性蛋白質 一方而言動物性蛋白質比較好 原因 氨基酸有一些是人本身就可以自己合成的 有一些是人不能夠自己合成 叫做必須氨基酸 動物性蛋白質也必須氨基酸比較多一點 所以通常會說動物性蛋白質會比較好 那麼動物性蛋白質它是聚合物 氨基酸構成的聚合物 蛋白質的功用構成細胞 你現在看旁邊的同學 你的眼睛看得到的部分 看到的部分幾乎全部都是蛋白質 皮膚蛋白質 肌肉蛋白質 頭髮蛋白質 指甲蛋白質 只有那個牙齒 那個牙齒不是 牙齒不是 所以你現在看得到同學的 你的眼睛看到的同學 你看得到的部分幾乎全部都是蛋白質 然後做催化劑 酵素 我們前面提過了 生物有教過 生化反應物 生化反應 生物體面的化學變化 會需要催化劑 實在催化劑 酵素 所以酵素是一種 催化劑它是蛋白質 然後提供能量 這應該也教過了 一公克蛋白質會提供4000卡的熱量 但是人體通常不會做這件事情 人體通常正常情況下 會先消耗糖類 再消耗脂肪 迫不得已 才會消耗你的蛋白質 因為等它到消耗蛋白質的時候 就什麼意思 就是把你自己吃掉的意思 把你吃上的肉桶中 消耗要吃掉你自己的意思 好 這是一個性質 第一個性質我們教過了 蛋白質碰到硝酸會變成黃色蛋白酸 我跟你講過 我們要趕過一次對不對 我們要趕過一次 黃色蛋白酸 然後跟西硝酸會變成白色的固體 然後再加熱會變成黃色 後面這兩個就比較不重要 後面這兩個就比較不重要 不重要 那麼比較重要就是那個黃色蛋白酸 而且現在也很少烤 另外一個除了加硝酸會變成黃色蛋白酸之外 加熱會變成怎樣 白白的固體 因為除了就知道了 除了就知道了 但除了蛋白會變白白的固體 然後加氨水會變橘色 然後鹼形又變紫紅色 這些都是以前的課本教的 這些都是過去的課本教的 現在要考的機會非常的渺茫 非常的渺茫 不太會 寫給你看 能計就計 實在是哪容量不準就算了 哪容量不準就算了 配不起來不算了 因為這個考的機會非常的稀有 脂肪 脂肪呢是一種三酸甘油脂 它是一種脂類 三酸甘油什麼叫做酸 什麼叫脂類 有基酸加醇嘛對不對 什麼酸 脂肪酸 什麼醇 丙三酸甘油 剛才教肥皂的時候 教那個甘油叫丙三酸 你也不要問我什麼叫三酸 那個我們國中不教 然後丙三酸 所以就是說有基酸加醇 產生的脂類 產生的脂類 三酸甘油脂 三酸甘油脂 叫做它主要是碳氫氧 就是脂肪 用脂肪 OK 脂肪的主要部分幹嘛 提供熱量 這個營養交過 它可以提供九大卡 它可以提供九大卡 九千卡的營養的熱量 營養的熱量 它燃燒時是有個臭臭的味道 有個南聞的味道 不過你們大概沒有人燒過豬油 這樣比較記錄 但燒過頭髮的經驗還比較多一點 所以那個味道 就記一下就好 所以就記一下蛋白質 記一下脂肪 記一下脂肪 蛋白質碰到硝酸會黃色蛋白酸 蛋白加熱會變成凝固 變成白色固體 就這個生活經驗都有的 然後重點蛋白質是氨基酸構成的聚合物 脂肪是三酸甘油脂 脂肪酸跟丙三醇甘油所構成的脂類 這些記住就OK了